1949年 时局动荡 主挥父的行动飘扬来到台湾 来台的圣徒散居在各处 他们是主挥父在台湾第一代的见证 圣徒刚到台湾 不知道赵慧在哪里聚集 只好四处查问 刘七飞弟兄来到台中 有一天在火车站附近 巧遇朱弟兄 他们原是旧事 他们非常喜乐 约定每周一次祷告聚会 起初只有四个人 台中的见证 就是从他们的祷告开始 1949年5月8日 在李戴芳弟兄家中 举行第一次播饼及授禁聚会 与会者共28位 圣徒们对福音相当迫切 借着翻译得了许多本省人 短短三年 赵慧人数就达到112人 圣徒也开始寻求新的聚会场地 从李戴芳家后院看过去 有一大片的土地和一栋很漂亮的房子 圣徒们就想 这要是主预备的会所 那该有多好 没想到美梦竟然成真了 当时弟兄姊妹 他们都是逃难来台 身上没带多少钱 他们竭力奉献 终于买下了那块地 那原是日治时期的将军宿舍 弟兄们交涉后 以38两黄金成交 修建成可容纳150人的会所 是最早期的木造会所 1965年 台岛的风波 使仲教会落在极大的试炼中 主仆张湘泽弟兄 受差来到台中 积极供应生命 带领赵会广传福音 从60年到70年代 我经历了两次 全赵会的福音大游行 第一次是1967年 也有七八百位的圣徒 绕行市区 弟兄们在福音车上 用麦克风传福音 第二次是1972年 有一千多位的圣徒 在市区里游行 得了许多的果子 那时赵会购置了第一部福音车 每周安排青年人 配搭到中区各地传福音 牧养圣徒 1970年台中赵会主要的负担 是在大学校园得着青年人 因此兴起了一般 有功用 有作为的在学青年 我是主恢复第二代的基督徒 1965年 我高中毕业来到台中 后来我和陈涛弟兄受邀 进入长老职份 那年我才三十岁 我们就一同配搭 直到如今 1972年 木造会所已不敷使用 当时阵逢全球石油危机 物价暴涨 环境极其艰难 那年张湘泽弟兄回到台中 开特会 信息讲到一半 大雨就倾盆而下 坐在外面棚子里的弟兄姊妹 通通挤进了会所 张弟兄话风一转 告诉圣徒们说 会所已经不服使用了 该盖新会所了 圣徒们不惜标会贷款 青年姊妹 减法去卖来奉献 甚至有弟兄将自己的棺材本 奉献出来 刘志成弟兄曾经说 你们回家去 查看柜子里面的箱子 箱子里有小箱子 小箱子里有小盒子 摸着里面的东西 祷告看看 姊妹们很多的金饰 都放在那些小盒子里 这样交通过后 都奉献出来了 1974年 四层楼钢筋结构的 方舟行会所落成 可容纳八百人聚会 刘志成弟兄 服侍的七年期间 赵会生活人数 从三百人增长到五百人 雾峰 东市 清水等地 赵会 都是在那时建立的 1979年 为着成全在学青年 而建立第一座学生中心 逢甲会所 1983年 林天德弟兄到台中 带领编辑台中市 照会周训 创刊迄今超过三十七年 隔年 李弟兄返台实施改制 并实行神命定之路 台中市照会 紧紧跟随执事的带领 照会生活人数 返增到八百多人 并陆续购置会所 及学生中心 1995年 陈寻弟兄到台中带领 一系列的成全训练 主要有排结构三要素 及福家牧养训练 带进照会 普遍牧养的风气 并积极投入 众照会的相调 及真理的构成 进入新时代 新文化 学习新语言 以活力牌为主轴 相调着开展 1998年 长老团弟兄们 规划新建 具有多功能 使用的大会所 以应付人数 凡真的需要 我十六岁那一年 在福音聚会中 受尽得救 正好是在 刚落成的 方舟行会所里 二十三年后 我再度的放下职业 配搭复兴大楼的 监工服饰 原先弟兄们 是很犹豫 要不要改建会所 就去和李弟兄交通 李弟兄 给了我们一句话 不死就不生 有了印证 我们就决意动工 改建会所期间的 一九九九年 发生九二一大地震 台湾中部为重灾区 弟兄姊妹 同海外圣徒 组成心灵重建服务队 借着福音的传扬 使灾区成为福区 2001年 复兴大楼完工启用 耗资一亿七千万元的 工程款 都是在 基督身体的交通里 所完成 因着 同工 长老 与众圣徒 同心合意 打下的美好根基 照会的见证 越发明亮 2002年 逐日人数达到一千两百人 并以三个方向 和一条路线 逐步迈向新的复兴 2010年 台中县市合并为新直辖市 原十八处的众照会 也在四年合并为一个照会 主日人数为两千四百多人 2015年开始 长老团弟兄们经过祷告 以每五年为一阶段 定出了三十年 一万人的目标 2017年 聚集全台中圣徒 参加崔号特会 这场特会 是主今日在台中 扩增的行动 以订定五年增区开展的计划 为此 台中市照会成立开展成全班 装备有奉献心愿者 实行神命定之路 圣徒牺牲周末时间 同寿成全 至今已有超过三百位 结业 全全班的学员 多是工作 忙碌的亲子 或在此的圣徒 他们的奉献 不仅摸着主的心 也摸着我们的心 现今台中市教会的行政架构为 十个照顾区 包含四十个大区 自2015年起 每年都有超过千人受敬得救 盼望到了2025年 全照会主日聚会人数 能达到五千人 往万人照会迈进 主的恢复在台中 从一开始私人的祷告 借着福音得人 并透过成全与执事的带领 繁增出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早年我们年纪轻轻就进入侍奉团 有许多责任需要担负 我下了班就去聚会 把家庭都搁着 过了十一点才回家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感觉 在那里面翻腾 这样对吗 我们都不管 丢给姊妹 这样对子女合适吗 但是照会有需要 就需要有人拼上去 今天主的恢复已经到了第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 我们需要将我们在主面前所经历的 所学习并看见的 传承给下一代 让主恢复的火迹 继续地焚烧和发旺 现在照会中缺少年轻人主动拿起负担 开展走新路 愿意为照会拼上一切 倾倒自己 倾倒自己 以自习生 这是目前台中市照会的需要 愿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 能弃绝属地的贿赂 以基督为中心 照会为生者 为台中市照会历史 写下崭新的一页 观看世界局势 如今我们已迎来终极的时代 以及终极的局面 我们需要起来 与神同写神圣的秘识 达到新耶路撒冷 这终极的建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